大家好,这里是安小妍说电影 眼前这个拿着刀疯狂砍假人的人不是有病 而是为了测试武器的迫害力 欢迎来到美国最大型的真人比赛 断刀大赛第一季第一集 参赛选手要根据裁判出的题目 打造出相应的武器 然后完成各式各样的考核 冠军可以获得1万美金的奖励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三位评委 国际知名刀将大帅 世界知名剑将老白 和由首任武器专家乐格 接下来是本集参赛选手 乔·瑞奇·麦特·比利 四人需要通过三项极为困难的挑战 由评委决定谁留下谁被淘汰 制造武器的原料是高碳钢 必须用它设计锻造出一把功能完全的武器 刀子长度至少9寸不能超过11寸 还要在刀身加入至少4寸的锯齿 10分钟你行3小时锻造 时间紧任务重 让我们开始吧 麦特的刀根据欧鲁·萨克逊而来 是一种德国战斗刀 比利的设计则是水滴形刀尖爆衣裂刀 典型的日常工作露营刀 瑞奇的灵感来自于日本制刀业 要做一把短刀 从小就对刀感兴趣的乔和比利一样 也要设计暴衣裂刀 但形状不一样 选定类型后 锻造倒计时开始 四人顿时忙碌起来 悄悄打打不予乐祸 高温的工坊让他们满足大汗 但没人顾得上抹一把 三小时的时间实在算不上充足 乔正在给高碳钢进行热循环 把钢铁烧热再冷却是一种锻造方法 有足够的信心完成比赛 所以在比赛中显得很是淡定 反观日齐就有些急躁了 其他人都开始端造了 他还在加热 也许是选的刀子太大了 比利已经完成端造过程 前往研磨机 用这东西给刀做造型 这火星子之帽的场景还挺刺激 麦特是所有人中速度最快的 他已经将武器的刀尖打了出来 接下来就是用水淬火开始刻模具纸 日齐此时也终于加热完毕 开始端造 过程比想象中要难 他的速度太慢了 慌乱之下 刀子甚至掉在了椅上 不知道他能否按时完成比赛 此时评委乐格说起刀身锯齿的作用 暂时你没有时间磨刀 锯齿会使你得到切割的功能 却不必总要保持刀锋锐利 花音落下 时间还剩一个小时 乔自信地挥舞着将要成型的刀子 结果竟然把刀尖给敲碎了 这便是热循环的缺点 会使刀尖过度硬化 过刚则一折 乔想要放弃离场 却被裁判烂下 完成那把刀 也许还有机会晋级决赛 一走了之 就什么都没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用研磨机改造出刀尖 这样 刀身就仍然能达到九寸 身旁的锯齿 后来就居上 已经开始 刻磨锯齿 看来他有希望完成比赛了 乔仅用了六分钟 就磨出新的刀尖 让评委席几人有些刮目相看 比利此时却遇到了状况 锯齿边缘的部分令他措辱不及 锯齿边缘不够深 研磨时磨光了一部分 时间还剩下30秒 他必须立刻做出调整 倒计时完毕 裁判一声令下 众人停手 选手们心中都有些忐忑 他们自己都无法判断做出来的武器品质如何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四人依照出场顺序 向评委展示武器 乔经典爆一列刀 刀尖锻炼后 重磨而成 抛弃刀的品质 工匠精神值得认可 瑞奇短刀 看上去相当不错 麦特欧陆萨克逊瓦刀 老白喜欢这把刀的锯齿 干净利落 比利水滴行刀尖爆一列刀 不错的刀尖 侧面也很棒 上交作品后 选手暂坐休息 评委开始干活 瑞奇与麦特的作品达标 乔的刀长度够了 但锯齿长度不足 刀尖有五处断口 可想而知有多亿岁 未达标准 比利的锯齿长度差得更多 几乎少了半寸 刀身上有三条打裂缝 未达标准 二人未达标准 但这回合只能淘汰一人 所以要有品质分胜负 三位评委商量后 做出一致选择 乔被淘汰 希望他以后对温度的把控更加谨慎 晋级第二回合的三人面临下一项挑战 使用现场提供材料 设计制作刀柄 依旧是限时三小时 完成后将接受强度与耐用度 以及特别设计的锐利度等测试 这回合剩下两人晋级决赛 倒计时开始 三人忙碌起来 麦特选择路脚或骨头做刀柄 以确保强度 比利选择用胶木材料 用螺栓钻出适合大小的洞 与刀身拴锁在一起 由刀柄本身带来完整的张力 但即使有足够的时间 和评委一再强调 他的刀身有裂痕 比利也没有去补救 这种本末刀身的做法 让评委很是不满 第一回合冒险通过的锐骑 这回合选择求稳 用他最熟悉的玻璃纤维 做成刀柄材料 再来七根钉子 将其与刀身结合 时间不断流逝 比利终于想起来要处理刀身了 也不知道这临时报复架的做法 有没有用 很快场上响起倒计时的声音 伴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三人同时收手 大帅将测试刀子强度与耐力度 他要用三人的刀刺穿钢筒 插到锯齿部位 没把刀三次 瑞奇的短刀先来 对着钢筒奋力捅出三次后 短刀刀尖处出现一条小裂缝 然后是砍绳索 三刀后绳索锁了一半 接下来是麦特 大帅用的力气很足 可刀子始终无法穿刺钢筒 砍绳索倒是比瑞奇强一些 最后轮到比利 因为锯齿部位的三道大裂痕 没有修复 出于安全考虑 大帅不会做刺穿测试 砍绳索的表现倒是不错 差点就能全部斩断 三位评委做出决定 比利淘汰 刀身不行 刀明在座的花里胡扇也毫无卵用 瑞奇与麦特晋级决赛 决赛不再是对他们自己的刀子动手 而是要设计锻造 节目组给出的神秘武器 史上最著名最受尊宠的武器之一 日本武士刀 游几百层最纯的宝森钢材构成 很适合战斗之用 从斩断其他刀能力到吹毛断发 热门影视作品中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现在两位选手就要制作出正宗且功能完整的武士刀 用以争夺冠军头衔 武士刀的领域麦特并不擅长 倒是更接近瑞奇的风格 他们要回到自己家中的断工厂进行制作 五天后带刀回来 游评委进行一连串测试 来决定冠军归属 届时那个人将带走一万美元的奖金 走到这一步 二人自然都想获得冠军 他们全力以赴 丝毫不敢懈怠 第三天时 瑞奇的刀在脆火环节中 出现了碎裂 很明显他没掌控好温度 这导致他剩下的两天非常艰辛 反观不擅长这个领域的麦特 倒是没出意外 很顺利地做好了武士刀 自己测试了一下 非常锋利 五天后二人回到比赛场地 麦特的刀主打高性能 刀柄顶端做出凸起 握手用皮革做外层 很传统的欧式设计 瑞奇选择现代风格的全刀跟刀柄 他制造的过程很艰辛 好在成果还不错 为了衡量他们的刀对抗肉的效果如何 乐哥要斩断悬在空中的几条鱼 瑞奇的刀先上 很好很锋利 下面是麦特 也顺利完成 接下来是用弹道测试假人 进行杀戮测试 他能模拟人体器官与组织 瑞奇的刀透过盔甲 完全插进内脏器官 一击致命插得更深 一路进入干燥 麦特的刀相差无几 也通过了杀戮测试 这就完了吗 不不不 还有最后一项 场地切换来到靶场 这将是冠军争夺最重要的一项 他们的武器将测试鸽子弹的能力 麦特的刀率先登场 被夹钳固定 然后朝着他的刀射击子弹 刀锋在切子弹后完全没有损伤 那是麦特技艺抄群的真正象征 下面轮到瑞奇 刀身纹丝不动 刀锋不留痕迹 抵挡的完美极了 二人全部通过三项考验 最终结果还是由评委商议平定 三位评委少许纠结 给出最终结果 由麦特获得本次比赛冠军 瑞奇的刀柄有些单薄 固定的钉子离刀锋太近 有安全隐患 希望他以后能注意这点 冠军麦特的刀很魅力 还很便捷 砍鱼和弹道甲刃赶紧俐落 刀柄对称设计很恰当 控制良好抓握舒适 冠军实至名归 以上就是短刀大赛第一季第一集的内容 本期压轴登场的是日本武士刀 这是外国人对日本传统刀剑的统称 其全称为平面碎段附体暗光花门刃 依据形状尺寸可分为 钛刀打刀 类叉短刀等 其中日本人所称的刀 特指打刀这一形制的刀类 日本刀源于中国传入了唐横刀 大陆与朝鲜引入横刀的钢铁锻造工艺 是日本铁刀锻造工艺起源 日本武士刀作为武器的同时 又能以优美造型而著称 很多刀被当作艺术品收藏 并蕴含了武士之魂之含义 最大的特点在于外形装饰之外的刀体本身上 展现出设计感和艺术感 下期将会有印度的神秘武器压如登场 了解冷兵器的粉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猜测 好了 今天解说到这里了 想看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安小言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